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中枢驾到 看了那么多新能源车呢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台油车 都知道现在汽车市场是很卷 各种卷产品,卷价格 那么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台2023款福特领瑞呢 也是再度刷新的合资车的价格记录 12万就能入手一台合资中型SUV 你就说香不香吧 那么作为改款车型呢 它一共有三个变化点 首先啊,它是新资了一个入门级的畅领型版本选择 那么12.68万的取售价呢 是进一步拉低了它的入手门槛 然后第二个呢 部分高飞车型呢 是新增了双温区空调 还有方向盘加热 以及透明底盘的配置 然后第三个呢 它是新增了带青蓝以及苍蠢灰两种颜色 那么它的外观呢 是采用了福特新一代的士能美学设计 经典的八边形黑色风窝状进气狗山 然后搭配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 点亮之后呢都带来不错的辨识度 而且它全系标配了分体式的LED大灯 部分高飞车型啊 还有自适应远近光 以及自动大灯 然后整个呢都会带来很不错的科技感 那么整个侧面呢 可以看到它是很有肌肉感的 这个内嵌式的直线腰线设计呢 然后会让它的整体线条显得比较硬了 根据版本的不同呢 它的轮胎一共是有三种尺寸 可以选择分别是18 19 20 3种 那么它的整车尺寸呢是很老款保持了一致 长宽跟分别为46 30 19 35 170 6毫米 那么轴距呢是27 26毫米 同级别的车型中呢表现呢算是中规中矩 不过它的车宽呢是要比本田CRV 还有大众探月表现更好 是典型的宽体车身 来到尾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 它是家族式的三柱形的尾灯设计 然后加上整个熏黑的灯罩呢 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有立体高级感 然后它的老牛板以及小压尾的设计呢 是有效降低的风阻 下面这部分有镀隔装饰条的包围呀 然后配合隐藏式的排气设计呢 是会让整个的尾部显得更加的美观整洁 那么它整个内饰座舱呢 是采用了一个环抱式的设计 然后高配车型呢 采用的是12.3英寸的一个双联屏 内置的是腾讯的Pi4.0系统 然后就包括了我们经常用的腾讯地图 一些APP 操作起来都很顺手 而且十分的流畅 然后空调出风口 下面呢这里是一个无线充电面板 然后这一块呢 是集合了旋钮换挡 以及各种主要功能的按键 那么它的配置层面呢 也是做得很良心的 首先就是它的储物空间 车内呢它是多达22处 然后后备箱的容积 常规状态下是有四四八升 后排座椅放倒后呢 能够做到1422升 然后辅助驾驶层面呢 常规的自动泊车 还有360全径影像它都有 然后部分高配车型呢 是新增了透明影像 以及540度无死角 可以说是呢 从全方位保证了 我们的驾驶安全 它配合2726的轴距呢 加上五座的空间布局啊 它整个后排的空间呢 都是很舒适的 而且可以看到这里 后排的地台 这里都是纯平的 乘坐起来都会让人比较舒服 那么动力上呢 它搭载的是1.5T直列四缸发动机 然后匹配七档 实时双离合 最大公里125千瓦 最大流距266米 那么输出充飞动力的同时呢 也保证了一定的燃油经济性 WLTC供框线啊 它的综合油耗 能够做到百公里7.5升 12.68万的起售价 加上各种新增的实用配置 都让它的产品力卷到极致 那么作为福特中国2.0战略 落地的新车型呢 它都会是同级别 合资SUV出行中一个亮眼的存在 感谢观看